这个普利汉诺夫就认为 他说这一种观点 最根本的是从自然因素 用一种自然主义的观点 来看待地理环境 对人类历史的作用 这样就把地理环境 和人类社会的这样一个作用 看着是一个单向度的 偶然的非历史性的过程 就是说自然因素 那就是直至决定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永远是被动的 就是说你自然因素 永远是决定自然的社会因素 那么社会因素永远是被动的 既然它是一个被动的 一个单向度的一个被动的 那么它就是什么 是一个非历史的 是吧 那就是自然因素 对社会因素的影响 是一个非自然的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自然永远不能具有历史 是永远不能进入历史的 因为你自然要进入历史 所谓历史是什么 是能创造的 是能创造的 你自然因素永远不被创造 永远不被改造 所以永远不能进入人的历史 不能进入人的历史 所以普利亚诺夫认为啊 这样一种说明人的 说明这个自然因素 对社会环境的作用呢 完全是一种什么 单向度的偶然的 和非历史的这样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那么普利亚诺夫在说明这样一个 在认述地理环境 对人类社会的作用问题的时候呢 他是吸收了 当时的地理学和人类学的成果 但是他坚决的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 和人种学的自然主义观点 反对把地理环境 对人类社会的作用 说成是影响人的生理和心理而实现的 就是不是通过人的生理和心理而实现的 或者说是直接影响人类的 他认为呢 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 是以生产力为中介而发生和发展的过程 因为和生产力相互作用 因为和生产力相互作用 所以呢 这个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 是一个变量 就是说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 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是依照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高低 而不断变化的 有规律的一个避难的过程 一个避难的过程 所以从这样一个观点出发呢 他考察了 这个考察 他说为什么说是一个变量 是一个变量 他考察了这个人类历史在不同阶段上 人类历史 特别说生产力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上 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作用 他认为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他列举了这个原始社会 封建社会 这个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以及这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这个生产力在每一个时期 对人类历史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作用的 这样一个发展当中呢 这个他的最关键的啊 有两个阶段的分析 有两个阶段的分析 我就是说 我们不移一介绍啊 因为这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啊 我们主要介绍一个对比 两个最有典型性的 一个是原始社会生产力的 这样一个发展 一个呢就是 就是原始生产力的发展 所形成的环境 对这个人类历史的影响 一个是地理环境 对于工业社会发展的作用 也就是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作用 我们来看一看 分别看一看 这两个 两个发展 首先呢 我们看一看 地理环境 对原始社会 生产力的决定作用 就是地理环境 对原始社会的生产力的作用 这是我们这个上面的第一个啊 第一个 他说 这一个呢 是从人类起源的角度 思考地理环境 对生产力发展的意义 普雷安诺夫认为 这一个思考 对于驳斥历史维新主义 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他说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 这个生产力 生产力这个因素啊 它有两重 就是说生产力啊 它是包含两重因素 一个呢 是它的这个物质属性 那么同时也包含 它的这样一个 智慧的因素 这个生产力 我们说了嘛 它是能的因素 它既包含着能对世界的能动性 对这个现实社会的能动性 那就是什么 它包含着意识的东西 就是能啊 属于能的一个 自我意识的这样一些内容 所以它包含着能 比方说对工具的应用 就包含能的这样一个智慧在里面 所以对于生产力来说呢 它有两重性 一个是它的智慧的因素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 现实的是物质发生变化 这个物质来源的这样一个因素 他说这个维新主义啊 维新主义者呢 他们也承认生产力 也承认生产力 但是在生产力的研究当中 他们只看到已经发展起来的 生产力当中的智慧因素 他说生产力是怎么发生的 是能啊 有智慧 它能创造这样一个 就说能是制造工具的动物 那么制造工具是什么 反映了能的智慧 所以从生产力的智慧里面呢 他们就追溯到了 看到这个智慧 对于生产力的发展的 这样一个意义 发展的意义 这样一个意义呢 使他们怎么也看不到啊 是个生产力发展的物质根源性 物质根源性 那么他认为呢 要说明生产力发展的物质根源性 就要追溯到原始社会 就说人类最早的生产力 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所以在对原生产力的起源考察当中呢 他就分别考察了地理环境 对于生产力当中 制造劳动工具的智慧和原始民族的 生产类型形成的作用 但是生产力的物质因素 你的这个首先考察什么 你的智慧因素从哪来的 你生产力当中的智慧啊 他要做这个生产力的起源的考察嘛 起源的考察 那就是说 你要说明生产力的 对于人类社会的第一性 你仅仅说生产力这个概念还是模糊的 因为生产力里面包含着两重 一重是人类的这样一个智慧 人类的智慧 第二个呢 就是他的这个物质因素 那么如果你不考察原始社会的 这样一个生产力的发展 你就不能说明他的物质起源 而只能看到他的智慧 因为在现在人们这个生产力的发展 越来越依靠智力因素的时候 比方说现代高科技的这样一个发展 越来越依靠智慧的时候 那么你在生产力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是人类的智慧 对于这个物质变革的这样一个意义 你看不到这个他的这个物质本身的这样一个根源性 所以他就回到这个对原始社会的考察 那么在原始社会考察 对于这个人类智慧的这样一个根源的这样一个认述当中呢 他就考察了劳动工具的制造方面 就是说生产力首先是人类制造劳动工具的这样一个智慧 那么这个智慧是怎么形成的呢 他从三个方面考察了地理环境 对于智慧形成和发展的决定作用 他说第一个作用呢 他说地理环境的特点 造成了人的肢体的分工 人手和人的后肢的分离 对于人类理性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也就是说你的生产力的工具的制造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首先你是人手的 就是说人手的一个解放 也就是说人和人的手和他的前肢和后肢的一个分离 他是不是就是说从直立行走开始的 那么由于这个人手和这个人的后肢分离开来了 所以人就可以这个手解放了 就可以采拿各种这样的这样一个工具 然后来进行制作 就是说采拿一些素质啊 什么这样的一些这个可以用来这个 就是说进行这个智慧的这样一些东西 然后呢提取食物啊 所以从这个里面呢 他说人的理性啊逐渐的就形成了 逐渐就形成了 然后就开始有了意识啊 包括身体肢体的变化 这样就有了意识 他说这是人类意识产生的第一步 他说第二个呢 他说地理环境还为理性改进能为器官 扩大对自然的控制提供了必须的材料和加工的对象 就是说你除了这个人 就是说人的肢体的变化有了意识以外 有了理性思维的这样一个基础以外呢 那么他还为你这个生产 这个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工具呢 提供了一个一个资料 提供了他的这样一个材料和加工资料 他说啊 没有金属的地方 社会人的本身的理性无论如何 也不会使他走出末时时期的界限 同样为着从游牧生活过渡到农业生活 必须要有一定的植物和动物 没有植物和动物 理性将停留着不动 那也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你是一个游牧民族 你必须要有什么 你的动植物区域 同样的你要过渡到农业 农业这个生活啊 你要有农业的这个根植的这样一个环境 根植的一个环境 所以地理环境呢 比方说这个名厨 它为什么会过渡到铁器时代 是因为你这个地方有矿石 如果你没有矿石 你是怎么也过渡不过去的 过渡不过去 所以实际上你这个人的这样一个 所制造工具啊 形成这样一个发展呢 也是地理环境给它提供的 这是第二个因素 第三个因素呢 它说地理环境的多样复杂性 产生了生产部门之间的分工 推动了智慧需求的发展 它认为地理环境的特性越复杂 地理条件的差异越大 社会的分工也就越发达 那么而分工本身呢 就刺激了人们的交往 对生产的需求 从而呢构成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说需要是人的内在动力的话 是这个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的话 那么这个需求是怎么产生的 首先是由你地理环境的复杂性产生的 因为你地理环境 你这儿只能种麦子 那儿只能种这个 可能说只能产铁 那个能不能吃铁 那个种骨子的 也不能一天到晚吃骨子 不需要铁 所以它必须要进行交换 所以你的地理环境越复杂 那么人们的分工越多 所以它的交往也就越频繁 那么人们对物质生产的这样一个需求 对物质的这样本身的需求 也就越多 这样客观就刺激了生产力的这样一个发展 这样地理环境的特性 就从客观的物质和主观需求 两个方面推动了智慧的形成和发展 所以它就说两个方面 就是这个需要的发展 本身就是一个主观的需求 所以它说这两个方面 都是由生产力而决定的 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 由这个地理环境决定的 这是第一个就是讲的 对这个人类智慧的影响 它说第二个呢 它说地理环境呢 对原始民族的生产类型的形成 也会起作用 这个讲的民族生产类型是什么呢 它实际上主要是分析了东方社会和 这个西方社会 这两种社会是不同类型的 不同类型的 比方说东方它是一个 人类是一个什么 集权制的这样一个社会 它是和农业文明相关的 而这个西方社会呢 它是和商业联系在一起的 和商业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它是天然的和民族制相联系的 那么这样一种不同的生产类型 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它认为啊 是由最初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就是说由它这个东方和西方 所不同的动植物区隙 和所提供的这样一个 所提供的这样一个物质环境 以及它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地理环境 是相联系的 因为这个东方社会呢 它是一个农业的民族 农业的民族它需要什么 集体的耕作 所以在这个集体的耕作当中呢 产生的是一种集权的制度 所以它的生产类型呢 是一种集体的 那么在这个西方呢 因为它是一个海洋 和海洋相联系的 所以它能不能呢 喜欢这个商业贸易的往来 商业贸易的往来 而在商业这个基础上 所产生的呢 就是一种这种商业生产 工业发展相联系的 它是一种民族的 这样一个制度和思想 所以它认为啊 这个最早的原始的 这个社会的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呢 产生了不同民族的 这样一个生产类型 生产类型 那么通过这两个方面的 这样一个考察啊 一个是对这个人类智慧的 这样一个追求 一个是对生产类型的 这样一个发展 就是东西方民族啊 各个民族不同的 这样一个生产类型 以及它的社会制度 形成的这样一个影响 普利安诺夫就得出了 这样一个结论 他说直因地理环境的 某些特殊属性 应是属性的应是 我们的人类的祖先才能提高到 转化为制造工具的动物 所必要的智慧发展的高度 和这完全同样的 也只有地理环境 能够给这个新的制造工具的能力 以使用和改造的余裕 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 人的制造工具的能力 首先应该看作是不变的量 而使这个能力的周围外间条件 看作是一个经商变动的量 这就是生产力作为 唯物主义的一个说明 这就对生产力作为一个唯物说明 他就说什么呢 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这个能制造工具 这样一个能力 也就是生产力 人本身所具有的这样一个生产能力 它是一个不变的量 而这个外部自然因素 对人类社会的因素的影响 所有发生的条件 它是一个可变的量 它是一个可变的量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你外部的地理环境 对人类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它以什么方式进入人的历史 它是一个可变的 是随着你的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的 而对于这个生产力本身来说 它却是一个确定的因素 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就是说这种可变和不可变 是相对于什么 生产力和自然环境而说的 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地理环境决定认识 认为什么 地理环境 自然环境是一个不变的量 它对社会的影响是不变的 是吧 是一个不变的 所以它是永远 这个社会环境 对被这个生产 被自然因素决定的 这一个是永远不可改变的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不变的量 那么普利亚诺夫所说的是什么 所谓不变的量是指什么 生产力作为两者的中介 是一个不变的量 但是它们两者的关系 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 这样一个关系 也就是说它之间的一个外在条件 却是一个可变的量 却是一个可变的量 所以在这一点上 既然它是一个可变的量 也就是说是一个经常变动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 所以它通过这个就考察了 这个从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它特别考察了地理环境 对于工业社会发展的意义 工业社会发展的意义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地理环境 对于工业社会发展的意义 就是普利哈诺夫就认为 就是前面呢 我们讲的原始环境 第二个我们看一看地理环境呢 对于工业社会发展的意义 在普利哈诺夫看来 他说人类一旦越过原始社会 进入了开化民族 生产力的需求 在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中 起着能动的作用 就是和能动作用 那么这一点呢 在工人类的工业活动中 表现得最为明显 这个里面我们讲啊 它不是讲嘛 刚才我们分析的 生产力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它的物质因素 还有一个什么 是它的客观因素 就是它所提供的原材料是什么 那么第二个因素是什么呢 第二个因素是 它所造成的人的客观需求 也就是它的主观作用 那么他就说 在原始社会 它的客观因素 可以说起着很大的作用 起着很大的作用 因为一个民族的 这样一个地理环境 决定了你这个民族的生产类型 你最初产生的生产类型 是什么样的 但是呢 他说进入工业时代以后 这个生产力的主观需求 也就是生产力的主观因素啊 在人类社会发展当中啊 就起着人动的作用 这是在工业里面呢 表现得特别的突出 所以他在认识呢 这个生产地理环境 对于工具的使用和制度呢 对于这个人们的生产组织 形成等意义的时候啊 就反复强调 就反复强调 他说周围的自然环境 地理环境的贫乏和丰富 曾经给予工业的发展 以无可争辩的影响 他同时呢 还引征了这个马克思啊 在资本认当中说的一个一段话 就说不是徒劳的绝对崩扰性 而是他的差异性 他的天然产物的多样性 组成社会分工的自然的基础 和使得因为周 其周围的天然条件的多色多样 而多样化自身的需要 能力生产的手段和方式 为了大规模的开发自然 为经过有组织的人的努力 来使自然服从人 对于自然的一切的力量确定 社会监督之必须 在产业的历史上 起得最决定的作用 他举了一例子 他说在埃及 狼巴底 赫兰 或者在波斯和印度 治水的意义就是这样 在这些地方经过人工运河的冠海 不仅给土地带了必须的水量 而且同时给土地 从山上带来矿物质的肥料 在阿斯伯伦统治下的西班牙 及西西里的产业繁荣之秘密 就在开作运河之中 普雷哈诺夫引证马斯的这一段话 是要说明什么呢 地理环境 一方面是按照工业开发自然的需求 而进入人的历史的 就是说工业啊 他说什么呢 地理环境是怎么进入历史的呢 是按照工业开发自然的需求 而进入历史 就是说这个自然地理环境啊 能不能在工业当中需要开发它的时候 它就被转到了这样一个人类历史当中了 另一方面他有以自己的特性决定工业的性质 以及在不同地区的这样一个发展状况 这一方面就是要这么容易的 如果我们在工业上的确实 就要做工业里面 就要做工业里面